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幾位好朋友 應該算是新同學對不對 對 都是新同學 一句老話 人家常說這個 長江後浪推前浪對不對 一代新人換舊人 各領風騷30年 這藝能界可沒有30年 很多這個一出來 可能一片鴿王 一片鴿后 兩下就走人了 奇怪 前鋪後機 因為這個行業 到底有什麼迷人的地方呢 為什麼好像前面倒了一掛 後面又來了 是不是 憲哥 你覺得藝人 是一個迷人的行業嗎 藝人他不是人幹的 藝人他肯定要異於常人 所以今天這幾位朋友 他們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等於是以一個前輩的心情 給他們一些建言 同時也讓大家看一看 他們這一路走來的風光景致 到底是什麼 一起來歡迎我們 歡迎大家 歡迎 哈囉 我們就請他們一一跟大家問候 好 第一位的羅美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羅美玲 好久不見 今年好不容易有發新的作品 對 厲害…怎麼樣 觀眾朋友 大家不熟了吧 不熟了吧 厲害… 她是已經算是 之前紅頭髮的 愛一直閃亮的羅美玲 以前那個羅美玲是有出觀眾朋友 紅頭髮我… 對… 歌唱得很好 然後奇怪的發了一張之後 人不見去了 待會兒好好聊 第二位 大家好 我是蔡崇佳 那麼五年前有發過一張專輯 我的媽 天啊 這個心酸 五年前 對啊 以前出道是個小女孩 對啊 出過什麼歌或什麼 對 有翻唱過愛如潮水 還有主打歌是有心人有情人 很好… 來…再來是兩兄弟 我們妳等一下聊…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Teebo 不錯…兩個是帥哥 雙胞胎嘛 廢話 還有人長那麼像 當然是雙胞胎的 我們在1月6號的時候 已經發行我們的音樂作品 對 恭喜 這是第一張專輯唱片 對… 這會不會是 不會…我們已經在籌備下一張了 不會 五話沒有問我 會不會是你們踏入藝能界的 一個跳板呢 是個挑戰 這個是個挑戰 對 是個全新的挑戰 我今天要告訴你們就是說 其實我們前面吃過很多的苦頭 你們現在都還吃不到 對不對 待會兒我們也一系列的 一起來聊聊 我好朋友的大哥大姐 我的大哥大姐的小孩 余祥犬先生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小松小柏老師會來嗎 會來 她突然間殺進來 然後就指著你們六個罵 你是專業藝人嗎 你有受過訓練嗎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來…鋼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鋼琳 先發行二人第一張專輯祈禱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個什麼時候發行 去年 沒有 在今年發行 11月29號 才剛發 剛發行是不是 對… 剛發行大家還沒有熟識比較OK 加油 待會兒聊好不好 來 龔思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龔思佳 我在11月4號已經發行我第一張 個人專輯叫做好詩佳 好詩佳 不錯… 來 給自己鼓勵一下好不好 來… 今天這個是一個歡樂的一個畫面 咱們先來和音大考驗 完了之後這個一系列好好來聊一下 好 好不好 來…從這邊 預備 起 要看這個動作很重要 OK 誰幹什麼 阿住我… 好 不錯… 這一次不一樣 讓大家來一個就是大翻盤 剛唱得很好 現在來翻盤一下 好 來 劉珍坐到當中 我不要 不要再唱 不會…你要接受挑戰 不要畫 我沒有要出唱片 妹妹 我跟你講 劉珍老師加油 我如果會唱歌你會幫我出嗎 他擺在當然第四棒好不好 第四棒 第四棒1 2 3 4 就你們兩兄弟中間 好 夾 夾夭壽 預備 但是要快一點過去 我點到就唱了 好 預備 要注意看指揮 預備 7 吃飯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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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再撐住妳 有機會出唱片 來一個別的 來一個 快回來 吃飯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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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吃飯阿嬤 你那個表情要融入 吃飯阿嬤 因為你是貝斯嘛 好 預備 7 吃飯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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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笑場有沒有看到 這個明星人沒有… 沒有 結果你是藝人嗎 沒有 憲哥不要這樣 請憲哥教導 你有受過專業的訓練嗎 是 我會好好努力學習 他們出唱片的時候 沒有討論過你的 好啦…來 預備 好 燒肉粽阿 預備 燒肉粽阿… 掌聲鼓勵 真的耶 八部合身耶 要不要看看 我要趕快回來 好 注意 剛剛掌聲鼓勵 剛剛哪一位拍到麥克風的 先離開演藝圈 這很嚴格的 我當新人的時候我告訴你 我剛剛入行嘛 差不多20年前 20來年 然後我心裡想 他們表演得很精采 我們旁邊只站著而已 什麼都沒講 然後 這樣 你出來 卡 直接 那個…我們的現場老婆 站到我面前 你現在是怎麼樣 我說沒有 沒事 他說 你那個 以後你要是鼓掌的時候 才拍到麥克風的話 你就 推出演藝圈文 嚇了 麥克風現在掉了一點 掌聲鼓勵 有沒有看到… 今天搞定了嗎 對 這幾個都菜鳥 好好處理一下 加油 好 當中有人參加歌唱比賽 出來了嗎 哪一位 我 洪美玲小姐 羅美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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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選到哪一個妹妹去吧 因為之前那個洪的頭髮太鮮艷了 對… 妳是參加什麼樣的歌唱比賽 介紹一下 全球華人歌唱大賽 聽起來態度很大 對啊 我們是第一次聽到 那很多幾個比賽都已經很怪了 有人知心 然後被發掘 對 還有誰 誰是參加歌唱比賽 我有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剛連 不錯… 後來是 也是因為歌唱比賽被發掘 後來是因為有寫歌在網路上面 我把它PO在網路上面 對… 網路歌曲啊 就是把它PO在網路上 讓大家試聽 老鼠愛大米是妳寫 不是 不是… 那就差很多了 是… 然後在就是有一次機會 被台灣的一位製作人 製作老師發現了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可以回來 我才出唱片這樣 對… 思佳是怎麼出的 我是參加創作比賽 可是是我朋友的創作 然後我幫他唱 人家比賽創作 然後妳去唱 後來就選中妳 結果是千年 妳那個朋友呢 對 因為剛好他們有一個獎 叫自家演藝獎 就頒發給歌手的 對啊 結果妳就得了這個獎 對 我得了這個獎 然後評審是 妳那個創作的朋友呢 現在有在藝能界嗎 寫歌 應該 我跟他是去聯絡 你這個在… 這個等於是是過河猜獎 利用完畢之後就丟掉 用戶即丟 現在這個正式發了第一張照片 您兩位呢 我們最早是拍廣告 對 拍廣告 有拍過什麼廣告 拍過金融業的廣告 其實我們今天這樣穿 就可以來一段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對…我們先站起來到坐下 1 2 3 這一對雙胞胎都失業有成 哥哥喜歡 弟弟喜歡 那個 對… XX銀行 怎麼會是你們兩個 對 兄弟 發誓是你們兩個 發誓 所有都是真的 不會 我看那個畫面 是嗎 兩個兄弟是很高挑的耶 憲哥 我們比你高半個頭耶 我們是這樣子是比較 比憲哥高半個頭不算高喔 見鬼了 真是 所以就是你們兩個是吧 對啊… 這跟那個Ella傳緋聞的是哪一位 然後 那是拍戲的好朋友 真命天女是吧 真命天女 對 那個戲我剛好有看到有沒有 你們兩個 你開車嘛 對 他坐旁邊嘛 他對窗外出來 然後你也 然後兩個一起叫 你那個 這麼無聊的戲 千萬無聊的戲 沒有 那是一個情緒啦 那個是一個情緒而已 對 為什麼要這樣叫呢 應該對窗外一喊兩個還有和聲 吃飯啊 不… 有吻氣啊 因為偶像劇都有啦 多少都有 軟不軟 軟不軟 舒服嗎 憲哥是坐腰 其實我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我覺得劇情還有情緒的東西 牽引我比較多 那種感官的東西比較沒有那麼多 是… 對 這個 小字報寫著說 要不要跟劉甄來一下 幫我… 來… 跟憲哥來一下 你自從主持這個節目 製作單位已經把你當公車鎮 這樣 沒有 香話嗎 什麼 每一個都跟他來一下 哥哥要來之前 他說他還真的滿希望能夠 跟誰能夠對個戲這樣 好 這邊請 好 OK 兩位 你們兩個這段戲是這樣 我是幫妳編排一下 就說幾年不見 然後看到妳 然後妳就要說 我 我還記得我們以前在一起 那種快樂的感覺 然後妳跟他說 沒想到我看到妳 依舊是有當年 初次遇見妳的那種悸動 我講嗎 對… 然後他說 我還有沒有機會可以跟妳在一起 但是妳說 但是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了 這樣 然後他說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們就告別吧 然後妳要走的時候 突然間想一回頭 臨走前能不能讓我回味 那曾經在夜中 然後妳默默的 默默的點頭這樣 然後她鋪 妳鋪上去好不好 鋪上去 妳鋪上去 因為是一種舊愛的感覺 鋪上去 座位 妳不要真的穩 當然… 好不好 大家講好 妳不要來陰的 我怕她突然間 好 兩位 注意了 Action 好久不見 對啊 妳依然是回憶中 那麼讓我回憶夢千的樣子 這些年來過得好嗎 還好 妳還記得我們以前一起逛街 還有我買的那支手錶嗎 我都記得 可是 我 那我還可以跟妳在一起嗎 我 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了 妳看著我 孩子還好嗎 孩子很好 很可愛 妳嫁人了 妳該不會是那孩子吧 既然這樣子 我祝福妳 對了 我還可以再懷念一下 以前 當年那溫潤的雙唇 摸過點頭 差很想就後面這一點點 前面那個戲真的很棒有沒有 就後面那一段 而且我那個粉朦朧它的白色 而且我剛剛太大力 妳後面那個其實 那個戲是越慢 妳要當中有卡卡的感覺 才有那種 因為… 原來這段是為妳鋪陳的人 對 我可以 讓我退下 我知道妳已經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但是我能不能再回味一下 妳那濕潤的雙唇 第一句話 美癌 Yes 好 好笑喔 舒服 不… 鼓勵鼓勵 我知道了 你卡得很自然 就是那個 你要故意有那種靦腆考慮 因為這個是不道德的嘛 聞人家的老婆怎麼可能 我會怕 真的 你怕什麼 因為她真的太漂亮了 她比你老練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她太漂亮了 不是 因為你跟國標老師你要吻她 她上半身不動 下半身是這樣 然後她就恐怖了是不是 你們兩兄弟明天 其實我們應該算是 就當專業模特兒 沒有 那時候是兼裁的 就是學校還在唸書嘛 然後就一直拍廣告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到新天這樣子 然後我本身的話 是還在學校當實習老師 對… 要進可攻 退可守 對… 對不對 一定要找一個事業做 我覺得做任何行業都跟 憲哥你剛剛講的一樣 就像好像牛跟舔一樣 勇往直前 你不要想太多 對 可是你每一個步驟 你都要做到最好 要對得起自己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不管做什麼行業都是這樣子 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在 最不穩定的環境當中 求個最穩定的平衡點 我覺得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 對… 心理建設是很重要 鋼琳呢 鋼琳 你是很新的新人是不是 還是以前你有出過產品 都沒有 以前沒有 對 完全沒有 剛聽我們聊到這裡 你會… 我看你眼神已經涣散了 這麼難紅啊 沒有 沒有想說大家都很努力 其實都很堅持自己要做的事情 可是其實真的要去掌握的時候 就往往會想不到說 沒有辦法真的去抓到那個事情 這一行會不會跟你想像 原來的不太一樣 有 其實我一直都是一個 只是喜歡唱歌的男生而已 我很喜歡參加一些歌唱比賽 然後一直到真正現在發了專輯 其實…我 其實會覺得說 跟自己心裡面想像的東西 其實不是一樣的 對 我看資料說他曾經什麼 因為太高傲 然後後來就沒有辦法 你有什麼好驕傲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誤會 可能是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眼睛比較小 然後可能都覺得我在第一眼睛 所以 會 唱片公司在跟你溝通 有沒有機會曾經出唱片 你是這樣 沒有… 你幹嘛翻白眼 不是 翻白眼至少都 他眼睛比較小 我在想就是一個 後來我就回去了 之後大概等了五年的時間 然後才又回來台灣 因為自己創作的創作才被人家聽到 所以要特別注意 思佳呢 妳發片是幾個月嘛對不對 就兩個月 妳有沒有想過自己會當歌手後來 其實之前也沒有想過會當歌手 也沒有想過 也沒有想過 真的是碰到那個創作比賽的時候 被…就是被問的時候 才考慮要不要當歌手 所以也是模模糊糊的進那個 然後上了我很多次節目 但是我感覺 我可以講真心話嗎 我可以講 要啊 要講真心話 比那個松柏長青還恐怖 我跟我說 我覺得 我不忍心講 沒關係 先講啦… 我不是那麼毒舌的人 而且他們唱片公司宣傳 都跟我是好朋友 我怎麼可以講嗎 可以 我 這… 你是專業藝人嗎 我講一個真心話 好 妳第一次上我節目 好像是我猜還是什麼 對 我猜 我都覺得說 妳並不是很適合當 太安靜了是不是 對 我之前也有這樣想過 然後我還看到妳 竟然妳上節目 因為太緊張 她需要喝一點酒 有一次還喝醉了才來 我沒有啊 我沒有 常來啊 妳怎麼會那麼緊張呢 緊張什麼 我也不曉得 就是可能天生會比較緊張一點 現在適應了沒有 現在還好 好 我們聽聽他們的作品再說 好 好不好 一唱 觀眾朋友心裡面就有盤算了 哪一位要先來 美玲是吧 什麼歌 生日領悟 生日領悟 是妳的新歌是吧 對 請到中央位置 來 好好加油 音樂 觀眾朋友今天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聽到六位新人他們的歌唱 你們心中來做判斷 他適不適合在演藝圈裡面 等一下你Call in進來 馬上淘汰 來 給我們好朋友加油一下 羅美玲小姐 加油 Go ahead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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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煩惱 好 謝謝 是我疏忽 忘了大聲招呼 意外的揭穿 你的辜負 不用記著解釋 背叛的緣故 說完祝福 我會退出 盡興裝備的禮物 我想已經失去用途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簡單做個結束 歡迎小松小柏老師請去 不好意思 太緊張了 對不起 其實憲哥我覺得他真的已經 歌唱得很好 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 對不起 如果妳是護士的話 妳現在麻醉劑量搞錯了 那病人可能就掛了 那怎麼辦 往我身上打吧 這一段主要意義是什麼 就不要讓病人受害 我自己受害就好了 沒關係 藝能界的事不要看得那麼久 好不好 唱壞了就壞了 還有觀眾朋友知道妳不會唱就好了 唱就好了 妳剛剛當中還有一段是被切掉的 妳知道嗎 我不要 再一次… 拜託… 拜託 好 OK 妳旁邊坐著 我等一下再給妳一次機會好不好 先讓妳把心情這個調適一下 謝謝憲哥 好 第二位 蔡淳嘉小姐 來 請到我們 先訪問一下 好 好 滿高的 剛看到羅美琳唱到有一點吐嘴 會不會害怕 會 因為剛好笑太多了 我告訴妳 妳現在整個歌詞已經變空白了對不對 沒有啊 副歌第一句是什麼 妳空出一雙手 不錯 我就有一個預感 她也會忘詞 好不好 爸爸媽媽 盡好不要 不是藝人吧 不是 那壓力沒有那麼大 那還好 先來一下好不好 好 來…聽我們純家的歌聲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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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記得那時候 從手心轉過來的溫柔 如果說只能活著一天 曾經與你深深相愛 我已沒有遺憾 我又回憶溫暖了 想你的每一個 不讓你離我太遙遠 走在這個時候擁抱的季節 愛在心裡所以我不擴憐 回憶溫暖了 想你的每一個 緊緊抱著你說過的誓言 等待著我們說好的永遠 謝謝 不錯耶 謝謝 而且他唱法是比較新 等於是日式的新演歌 大家我這樣講算不算行家 這首歌是那個中島美加的歌 是嗎 最中島美加的歌 見鬼了有沒有 我根本是個專家嘛 我真的講得太好了 簡直就是啊 對啊 連那個轉音都是中島美加的味道 不錯的唱 謝謝… 妳看妳這樣唱 就等於是給羅美玲難看 沒有… 我相信她唱得也非常好 對啊 緊張一定會 演藝圈裡面 大家都是壓著滑水 表面上沒什麼 私底下其實互相踢來踢去 現在應該見識到演藝圈的虛位了 這個 試試看 還開心好不好 好 來 各位 明天來了… 來…歡迎兩位 我跟你講 妳們兩個是比較 妳的壓力是只有一半 再怎麼樣說都還有隔壁嘛 對不對 以前我有個團體叫修比杜華有沒有 是什麼態度呢 妳什麼態度呢 沒有 妳出道幾年了 因為我從來有看妳的節目 然後妳又是提到修比杜華 怎麼樣啊 就每次都有提到 修比杜華是不好的團體嗎 不好很大啊 憲哥也就只有這個團體可以提 最喜歡的團體叫什麼 修比杜華 我也是… OK 我也是 好虛偽喔 你們這些人 所以你看你們兩個 你們壓力是只有一半50% 各分擔了嘛 對不對 對啊 人家上山打虎也是親兄弟 就是這樣 永遠不分開的組合 因為他們有血緣關係 對 好不好 來 一起來合唱這首歌 牽著你 謝謝 來 牽著你 來 你們幫我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唱的新歌 牽著你 練習一下 都變成是一種甜蜜 在我的床邊貼著你的影子 不上眼睛 夢裡也能見你 如果愛情 是王子和公主的遊戲 孩子氣 不算什麼問題 牽著你 我陪你看流星 我為你把時間暫停 晴天或下雨 牽著你 找一個浪漫天真的結局 因為你 我相信 世界真的存在奇跡 謝謝… 我跟你講 謝謝 我第一次聽你們清唱這個歌的時候 其實我為你們藝能界的這個路途 我感到擔憂 為什麼 憲哥 不會啦 其實我們是上完那個 上幕一直感冒這樣 感冒嘛 那我一聽 這有點 等於是跟我第一次聽F4清唱 龍星宇 效果是一樣 我嚇了一跳你知道嗎 我聽到是Demo而已嘛 看到人我覺得OK的 是個帥成那個樣子 對不對 他隨便亂哈啦 他也是可以戳上 我們沒有哈啦 我們很認真 你們今天就真的感覺 而且有融入自己的自信有沒有 還有那個姿勢 跟你學的 憲哥 跟你學的 這個就不錯 一定要有自信好不好 接著下來更可怕了 鋼琳一個人他就自知好不好 來…請大家 謝謝鋼琳 謝謝 明天 來 鋼琳帶來的歌曲叫做是 這首歌叫Loving You Loving You 對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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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Lalala… Lalala… 叫什麼歌名 Loving You Lalala… 喂 你唱你的好不好 自己寫的歌嗎 不是 這首歌是小畢 趙之畢寫的 好…就那個韓國人嘛 不是…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長得很像韓國… 那個台灣人 趙之畢 把正面跌倒 臉像肉片 來下來Loving You好不好 不要跟他說我這麼說他 音樂 說 愛我 將你擁在話中 希望這一切不是夢 天就快亮了 星辰淡了 愛情那終究不屬於我 送你走 不是我的祈求 不是我的祈求 誰無聊你正離開我 全世界都因此高中 傷病是在心中 那世界所未有的惶恐 在你消失的背後 在你消失的背後 耳中 還留在雙手後 怕生活在茫茫人海之中 變得愁 Oh Loving You My heart is true The way I do 總是你介入你 離開時愁促 我認為你停留 Oh Loving You My heart is true The way I do 愛從開始就沒凝固 為你非正當 隨便 謝謝 不錯… 真的是不錯 謝謝… 對啊 所以對自己 有更多的一個自信心 當你上了舞台以後 你就戴上你的皇冠了 好不好 底下通通是你的子民 你一定要有這種概念 我以前就是這樣 我上了台 我一唱歌 我就是國王 底下通通是我的子民 他們一個一個離開 怪不得你 怪不得你永遠這麼自大 不是 是自大要有自信嘛 對不對 只有一個人 我們也是努力為他們表演 好不好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夠 增亮你的雙眼 這樣好多了… 好…先回寶座出去 謝謝… 來 施假… 施假 嗨 施假為什麼排在最後一棒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觀眾朋友看到這裡大喊過癮 為什麼這樣 你一口氣能夠看到 這幾組新人同台競技嗎 對不對 今天一唱就有所謂的比例 這個就出來了 唱在最後一棒壓力最大 因為他要幹掉全部的人 可以嗎 可以 施假加油 對啊 帶來的歌曲叫做 叫做遠遠在一起 遠遠在一起 對 遠遠在一起 這什麼意思 遠遠在一起 遙遠的遠嗎 遠遠在一起 遠遠在一起 不是永遠在一起嗎 不是 是遠遠 你會緊張到永遠講的 遠遠在一起 你不要那麼 加油 不要忘記 好 加油…來 音樂 好 但是希望會讓我們施假小姐 帶來她的歌曲 遠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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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我媽 心跳加快 心跳加快 多一秒世界就會被淹沒 你還像個劇 遠近近有抱我 離開你變得渺小的自我 離開你變得渺小的自我 很想從此就卑微的渡過 失去真愛 只剩快樂殘骸 也感覺不到任何的存在 你 還是愛著你 還是愛著你 不管我們之間什麼距離 厭遠愛著你 就算不能夠再靠近 同樣的天堂下 她怎會有你 謝謝 我們還要再聊一下 你們這個 就是說因為還沒有當藝人之前 當您是專職寫歌嗎 還是什麼 沒有 我在之前 我其實在加拿大 我做過很多 就打過很多工這樣 對 像是加油站的小弟 有一個跟你一起的叫什麼 張栋梁是不是 那個時候我因為回來台灣 參加了一個比賽 然後栋梁 就栋梁有跟我一起比 他是在你前面還是後面 他在我後面那一號 我是5號 他是6號 不是 比賽名次 他 號碼不重要 他沒有就是沒有得名這樣 他沒有得名 好像最佳颱風獎 你得第幾名 第一名 你現在講這個事 要給張栋梁難看就對了還是什麼 不是… 就是張栋梁滿好唱不錯 也滿紅的 然後當時他沒得名 李剛領是第一名是不是 後來…栋梁就回去比了另外一個比賽 然後就在那邊就是有出片了 對 對 然後我就回去加拿大了 不錯… 你看今天聽他們的歌唱是真的 大家都是有實力的 可是這個有沒有能入行來講 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 不公平的待遇或什麼 讓妳覺得我受了委屈或怎麼樣 我記得在出道前 就是還沒有到台灣的時候 有一次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新加坡的一個表演場地 然後我記得在後台 我們都是無名小卒 然後就那個主辦單位的人他就 我們就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那個人就說 你幹嘛坐這裡 滾一邊 深 他看到大牌 他就來…這裡坐 所以我覺得好大的那個 差別 差別 對 真的嗎 對 妳當場有沒有心很痠或幹嘛 沒有 我就 好 就不做 無所謂 真的喔 對啊 思佳呢…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 因為我可能比較害羞一點 可是我看得出大家都很幫忙我 真的嗎 對 大家是指誰啊 就是很多主持人還是 就是公司的人都會教導我 然後 妳是有被欺負是不是 沒有… 妳有什麼 沒關係 妳跟憲哥講 我們會幫妳處理 沒有啦 就是 大家真的很照顧 然後就覺得 妳是不是沒有吃晚飯了 生病 但是沒有喝酒 所以 生病啊 感冒是不是 兩天前有發燒 對 所以有一點不舒服 會不會想家 一點點 真的 有打電話回家嗎 家裡有人嗎 憲哥他哭了 家裡當然也有人啊 還要哭了啦 台灣跟妳想像中的是一樣嗎 不一樣 可是我 很珍惜現在能學到的東西 妳覺得自己有機會走紅嗎 有 憑什麼 憑我 我會很努力 妳知道藝囊界是十分的努力 有時候收不到一分的成果的行業 我知道 可是我會 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有 萬一有一天不紅呢 還是闖到可能30多吧 再回去開個書店還是餐廳 對 開個書店是吧 妳可以先開起來嗎 不是…我沒有變的意思 我說我是在鼓勵她 我說妳無後顧之憂 妳先開起來 現在還沒有賺夠 妳還要靠演藝圈賺的錢去開書店 萬一沒有紅 等於連開店的錢也沒有 應該還會有一些些的收入 真的嗎 其實 對啊 我最害怕就是女孩子的眼淚 我也會曉得 對啊 女生一旦流著眼淚告訴我她的要求 我直接開票 真的 我沒有辦法 書店… 書店 我要書店 書店是吧 書店… 書店算什麼 方文山只在我面前講了兩句說 我好想當總編輯 她隔天就是總編輯了 真的 華人版圖出版社她是總編輯耶 方文山也有流眼淚嗎 男生流眼淚就噁心了 流著眼淚 對不對 最後只有一首MV 你們打算播誰的 你們自己挑一個 我們給你們播一個MV 就… 真播一個 一個 一首 你們哪一位 你們推選一位嗎 播誰的 播誰的 播憲哥的好不好 沒有 1 2 3 4 5 有五張MV 你們挑一位 你要看他們自相殘殺嗎 挑一位 思佳妳覺得播誰的比較好 為什麼妳要害我 妳剛剛都哭了我覺得 既然這樣那就播羅美琳的 好不好 好 妳會哭得更握手的 很難取捨是吧 有沒有看到 他們也捨不得講別人 萬一真的決定什麼 羅伯敦來做這個 決定好不好 好 現在大家知道 自己胸口的是什麼 李剛琳 羅美琳 蔡淳家 公司家 來 妳思佳的是明天 哥哥先到這邊 弟弟 來…好 好 向我喊氣 好 可以了 記得了 預備 羅美琳開始 預備 來 妳開始 好 預備 GO 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玩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玩明天蹲 明天蹲… 明天蹲玩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玩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玩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玩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玩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都出來了 是 不好意思… 這樣鋼琳 旁邊 好 來 過來… 好 蘇伊 舒適站這個真的很恐怖 來… 拱司家蹲就妳了 預備 起 拱司家蹲… 拱司家蹲 玩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玩明天蹲 明天蹲… 明天蹲玩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 羅美琳蹲 剩下三位 來…牌子換一下 三位 來 牌子拿下來 我的嗎 好… 然後我就自己 來… 不能用自己 這是Semi-Final 這個是 蔡淳家好不好 明天給妳換一下 好… 好… 那妳明天 OK 注意了 三位要贊成一排 同時不能看到別人的牌子 不可以看到 好不好 記好了嗎 記好了 好 妳是什麼 明天 妳是什麼 李剛琳 妳是什麼 蔡淳家 1 2 3 Go 明天蹲… 明天蹲完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 李剛琳蹲完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完明天蹲 明天蹲… 明天蹲完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 蔡淳家蹲完明天蹲 人家弄我 明天蹲 各位 剩兩棒對不對 剩兩棒 來… 剩兩棒 來… 玩什麼 生死都是妳 黑白色嗎 這個宣傳的機會 對 妳們是很重要 開玩笑 加油…好不好 來… 黑白色 好啊 現在我們這個節目算走紅的 一個MV都買下來都十幾萬 對啊 來…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還是黑白色 三戰兩勝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一勝 三戰兩勝 剪刀石 我看妳今天是滿代賽的 我不要 不要 那讓給他們 再一次 來 剪刀石頭布 好 我又輸了 厲害… 再次謝謝他們幾位新朋友 我覺得藝能界 我覺得人家常講一句話 戲棚下 戰久就是你們的 對 所以遇到任何的挫折 不要害怕 吃苦 動作在吃薄 本來就是這樣 尤其施加可能有點想家 沒有關係 很快一切都會過去對不對 雨過天青 對 把台灣當成是自己的家 好不好 鋼琳也加油 好 謝謝 美琳也加油 明天也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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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歌好不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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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魚和熊掌進去 你外面也可以 我哪有啊 他哪像你這麼厲害 沒有… 憲哥都被抓到 昇業就是 到了一個順口六很失了 然後他就是 穩住二 保住一 發展三四五六七 ipped 謝謝 感谢观看